台湾澳門這四個地方的人民的鼓勵正直 我看到其中一個結果是 全部都是高於對當地政府的鼓勵正直 亦相比起半年前 香港市民對香港人民、政府、大陸人民、政府 和澳門人民的鼓勵正直 都錄得一個很顯著的上升 數據大家可以看到 在歷史紀錄方面 值得注意的就是 香港市民對香港人民和中國人民的鼓勵正直 都是創2007年我們有紀錄以來 香港文言研究的新高 對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的鼓勵正直 亦都創2011年和2009年以來的新高 對台灣政府的鼓勵正直 就創2010年以來的新低 這裡都可以看到 民意研究所自2007年開始 對這幾個地方的人民和政府 每個月或每年做兩次的調查他們的觀感 這就可以看到歷史的分佈圖 就是一路的演變分佈 這也是對各地政府的好感 正直的分佈圖 這就是1997年開始 2007年之前 香港文言研究所 大約是每年進行一次 2007年之後 每年進行兩次的觀感調查 至於對中國大陸 台灣和香港澳門之外 其他地方 譬如一些香港人比較熟悉的地方 日本、澳洲、英國、法國、美國 對他們的人民和政府的好感 正直的調查 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到 就是一個調查 其實你看到基本上 其實有變化 似乎是有下跌的 尤其可以值得注意 就是相比起半年之前 香港市民對法國政府 和美國人民和政府的好感 正直都可以看到是顯著下跌 而在歷史紀錄方面 香港市民對英國政府和美國人民的好感 正直也同時創了歷史新低 而對澳洲政府、法國人民和法國政府的好感 正直分別創了1998年、2008年和2002年以來的新低 如果我們看回歷史走勢 這就是各地人民政府觀感 這就是人民的好感正直的走勢 從2007年開始到現在的一個走勢頭 然後也可以看到 這就是對各地政府的保感正直的走勢頭 如果是傳媒朋友 其實如果你想有這個資料 如果你在我們民意研究所的傳媒的WhatsApp裡面 其實已經可以看到這份資料 或者你也可以透過民意準備的二維碼 我們可以看到QR局去掃探相關的文件 數據就來到這裡 下一個我們先請評論人先講講 或是夫子講 我簡單去分析一下現在所看到的數據 我想有些在數據以外的元素 我覺得都要注意的,不是單單看數據 第一,今次這個調查 我是比較著重對香港、對國內的反應 多於對外國的,老實說 剛才都提到香港人對本地、對國內、 人民和政府的支持或者好感是上升 反感是下降的 不過這裡我看到有三點我覺得值得提出的 第一,這個調查是在七月初 即是香港新一屆政府上台 而這段時間來講 基本上不是好像以前那樣有甚麼政治爭議的 你多數焦點已經在民生那裡了 變成爭議的觸發點其實不多 所以短短這個裡面看到對政府的好感上升、反感下降 我覺得這個是和調查的時間和事局新聞的時間是很有關係的 所以從這點來講也看到沒有甚麼爭議 沒有甚麼爭議性的話題在這段時間不會出現 如果有的話我便勸喻特區政府 接下來的 盡量在少有爭議問題上的議題上 如無必要盡量押後來處理 例如基本法23條 為甚麼呢 大家現在都想開一個好局 北京又想新一屆特區政府又想 當然找得容易的問題來凝聚共識 你多個即刻很急驚風地處理一些有爭議性的問題 然後令個局你說破局是變成破爛的局 所以這是第一點我覺得要提出的 因為現在你的調查時間沒有太多的conflict 第二點要值得注意的就是現在這一個調查時間 已經是和大量移民離開了香港 你說去了外國、英國、美國等等 你看這個數字是數以幾十萬計 而在民意調查裡面我想民然都是抽樣調查 按他的科學抽樣調查的方法 但是那個基礎本身已經是有改變了 即是大量不滿過去那種表現的人已經離開了香港 留下來的人無論從良好願望、觀感 或者他在特區政府、新一屆政府上台的初期那種觀察等等 他會是容易偏向反感減低、好感提升 無論對香港、對國內 所以這個元素我沒有辦法從數據裡面看到究竟影響多大 但是我覺得執政者真的要考慮一下這個元素 不要以為是一個質的變化很可能現在是一個量的變化 我這樣說不是說一定又要找一些龜蛋裡面挑骨頭 不是,而是說實實在在 我們去看這一類的長遠策略的時候來說 不要給一些眼前或短暫的現象是沾沾自起 這一個是好言相勸的 第三點值得看的就是現在所謂會引起民意反彈的元素 除了一些敏感的議題,基本法23條之外 其實還有一些是現在用民生或社會或對敵鬥爭 包括好像最近台海演習 對美國等等國際社會輿論上的鬥爭 不是單單在這些,那個可能觸發民情反彈的元素 還有一些就是對於民意希望能夠逐步解決的問題 而不去動,不去動 你以為你不動,但實際上你不動是在動的 例如對很多案件,現在的處理方法 我不評論那個具體案件 而是你對其他,例如教育機構裡面的逐步握緊 現在有些學校快開課,老師都未請得夠 這其實是另一種深層次矛盾,不是民生 或者你解決了一部份經濟問題 現在又說逐步經濟復甦了,這個我不否定,這個是要做的 但是在這個工作之餘,如果你仍然是忽略 或者故意拖延一些民意的主流訴求的話 遲早只不過是將那個炸彈延後 我覺得我不否定現在特區政府努力開局 希望開得好,我亦都不會說在這個問題上配冷水 而關鍵是說它不要看到一點,跟著一頁帳目 就掩蓋其他問題,所以三點我就一個開場法 先看這幾個,最主對外國政府的觀感普遍下降 包括對美國對英國,其中一個很可能就是 因為大陸移民走了很多就去英國,這部份你怎樣解讀呢 這部份是否覺得他們覺得英國好呢 雖然人數大部份都留在香港,但我覺得這方面的解讀 美國就不要那麼見面,而為什麼對整體外國 包括對法國大家都說,為什麼那麼奇怪 對法國的觀感是下降的,為什麼呢 我覺得去到最原始最簡單的位置 就是因為香港人在這個環節裡面 其實對外國如果你不是想著去的,其實不是太關心的 現在比較多講句就是你說美國、英國是影響到香港的經濟 大家才關心多些,其他那些來講相對是關心得少的 好了,變成了香港人對外國人或外國政府的喜好升降呢 我覺得大家理解成為一個香港人自發因為接觸的層面 而有一個自發的反應就夠了,有些人就解讀 當然了,現在官方就將美國、英國那些險惡、陰暗揭發出來, 教育了人民了,有些人是這樣解讀的,我覺得又不需要去到這樣的層面 至於你說現在留下來香港的人,我也接觸過其中有一部分 它原本已經覺得英國美國很壞了,這個是很普遍的一部分 而且是一個不少的比例來的,不然它們就走了 所以去到這些解讀的時候,我覺得香港現在特區政府 真的牢牢將它的焦點放在本地事務,本地民生經濟 有些東西你不需要有一些其實是識得其反的表現的 例如最近對台海香港港府裡面的高官全部排隊站出來 表態式,這個對比起大陸,大陸都重視台海的形勢, 但是大陸省市的領導有沒有個個站出來表態?沒有 以澳門為例,澳門都是一個特區政府的聲明,指責美國等等 它不是個個官員站出來,澳門特首都沒有一個 獨立自己的聲明去譴責,我覺得這些來講,大家一對比 只能夠對比出一件事,就是大陸的政治文化,所謂漢齊 已經來到香港了,而這些來講,香港人不關心的 尤其是大家都說,這個如果涉及到美國外交事務來的 外交事務中央管的,香港要何要表態呢? 香港已經很清楚是緊緊中央了,所以香港如何在兩岸之間 起一個潤滑劑的作用呢?這個是一國兩制的原本設計,記住 如果你有無妄初心,這個初心是必須要注意的, 如果不是你緊緊的時候,令到香港在兩岸之間的潤滑劑作用 越來越少,以至是你自己斬斷的,這個才是最大損失 如果你再這樣下去,現在對政府的好感上升,反感下降 這個趨勢很可能是因為某一些政治姿態有所改變的 所以我想先講這幾個,然後大家再討論好嗎?多謝 是的,因為你本地抽氧的時候,你的情況就是 當你那個數據是一個時序的改變的時候, 你抽氧的人就算那個基數一樣,你都不會抽到同一個人來 成如夫子剛才所說,可以理解到這件事,可能過去有一小部分 都有接受到文藝研究所用這類無論是電郵,無論是用電話訪談的朋友 簡單回答一些以分數為表達方式的問卷的時候,有些人走了 但當你那個基數無辨,你還訪問那麼多人,你下一次問類似的時候 那些人可能有部份已經換了人,換了人的意思,我想理解就是 我自己作為一個社工,無論在我的教會生活,在我的教學, 在我的服務經驗裡面,我很喜歡跟這些街坊 甚至某事找些東西聊聊聊聊天,當然不是找東西聊, 不是那條菜那些芝麻綠豆的東西,喜歡找些時事議題去談, 我都發現成如夫子剛那個Term,我自己都會跟我的社工朋友說, 我們樓下樓的人,我們樓下樓的社工去接觸街坊的時候, 他們關心的東西,你說他不關心選舉嗎? 他不關心民主制度的改變嗎?其實關心的, 但通常講到某個位,這裏我都不想講太多什麼位, 相信網上的朋友都會明白去到某個位都不想講, 大家因為知道講來都無謂,因為那種無力感, 你改變不了那些東西,講來做什麼,不如講些, 我表達了意見,可能政府都會聽多些, 我舉個例子,我自己經常跟進Facebook裏面, 李家超特首的Facebook,我都講很多東西, 當然你想知道我講什麼你自己上去看, 但我回應這數據顯示, 就是說,似乎大家會見到的,就算那個研究時的收集資料時間, 只是新政府最近那次,開始之後那幾天而已, 但我想我們可以拉Facebook時間線去看去到今日, 即已經進入第二個月了,基本上,新政府上場, 我們都會見到那件事,似乎在那個公關工作裏面, 新政府是很努力的,我是中性描述, 努力意思起碼你看到, 譬如說有些重大事件,撇除一些國際上的東西, 即台中那邊一些衝突的東西, 我撇除不講那個層次的東西, 一些本地事件發生,舉例, 青年人,我想香港很多人都會關心MIRROR事件, 這些事件你會發覺, 無論是一些負責技術官僚的署長, 都會出行講一下東西, 文青谷又講一些青年事務的東西, 當然它不是只要過MIRROR, 免得怕被人過分解讀某些說法, 但從這些情況裏面, 無論是官員的表態,無論是日常的, 在街方裏面有一件事是很像的, 再加上大家看新政府, 李家超特首他Facebook裏面表達一些東西, 當然他做的事是不是很實呢? 拭目以待,事實上我一向都問一個問題, KPI即是甚麼都不知, 我很想做一個民間KPI送給政府, 我相信如果政府肯接受這個意見的話, 當然要求他接受了, 我不抱這個幻想, 但如果民間我們關心本地事務, 我建議一套KPI給你班局長, 司長官員參考, 說你的指標就是我們的幸福感, 我們實質得到甚麼, 我發覺實質得到那些東西, 著實我現在接觸街坊, 我接觸青年人他們是最關心的東西, 留下來的香港人很關心的東西, 我覺得正常的, 舉例尤其近三年, 疫情之後或後疫情時期, 我都希望疫情後, 現在我只是說後疫情時代, 大家的工作,大家的學業, 讀書的人會憂慮, 讀完書做甚麼, 剛剛讀書的人, 因為我都是某些大學, 某些課程我都會做那些畢業生的mentor, 他們很無奈至属一個現實, 就是讀那些不是做那些, 你知道有些課程就是希望 入到那四年讀完之後做那些東西, 但他們不是不做那些東西, 大約兩家, 要考自己前途, 有些有另一半的, 你開始想想, 我畢業後六七年後結婚, 我置業, 這些是很現兜兜的, 我想跟廣東話說很現兜兜, 他們要關心的東西, 這件事是很特別的, 所以不難理解為何這個結果, 對香港人民對香港政府的觀感, 是有一個超過十分一以上的正面變化數據, 另外, 留下來的人, 我又想用多些質性研究的意見去講, 對中國大陸的人民政府, 大家都發覺很有趣, 似乎跟我們個別, 日常生活和朋友談的事又有些不同, 但數據就是數據, 對中國大陸人民政府, 人民和政府的數據都是向上的, 不難理解, 我這裏想平衡地解讀多一件事, 去到這個位都講了local的東西, 上次民意研究所, 曾經研究議題是新任特首李家超, 在不同群組的支持率, 我再翻查數據, 都發覺一樣東西, 出生地如果是中國大陸的人, 他們對特首的支持率60%, 對特首的反對率26%, 本地出生的33%支持,49%反對, 我想講起碼在我自己的經驗裡面, 因為我生活經驗裡面, 至少都比較多內地出生的朋友, 我講內地出生不是幾歲出生, 然後來香港那種, 兩三歲時代在內地發生什麼事, 我真的認識一些十幾歲甚至二十歲, 可能二十幾歲才結婚來香港, 十幾歲才來香港讀書, 有些是二十幾歲才來香港讀書, 它留在這裏呢, 又很真的, 他們中國內地出生, 對政府的好感是明顯好過我, 我要承認免好過我, 這個數據我引用上次民意研究所, 關於香港人對新任李家超特首支持率的數據去看, 很配合今次這個數據, 對香港對中國大陸的人民政府, 都能解釋到這裏, 我暫時講到這裏, 我問一下, 劉先生想問, 其實香港人對台灣政府的好感到的下方, 其實可否講成都好像是, 天氣任樣, 我們全部留下是否要走, 有甚麼關心, 你會否有多一層政治因素, 其實這個問題我覺得不是這個調查裡面發映出來的, 是長期的, 我都幸運兩岸四地周圍走, 我對台灣那個很概括的一個感覺, 就是台灣人過去2013年之前, 基本上不關心大陸, 亦都不關心香港, 很清楚的, 我2013年過去那邊去看選舉和交流都經常過去, 我們那時2014是雨傘運動, 2012是反國教, 那時2013已經有些人過去講, 今天香港明天台灣, 我去那邊跟很多人, 有些香港人過去和我交流, 台灣人香港關我甚麼事, 是普遍反應來的, 連民進黨都是這樣, 到2016發生周子瑜事件, 即是蔡英文選舉, 是周子瑜事件幫了蔡英文很大, 所以那時年輕人的票, 平平放在蔡英文那裡, 甚至有些人說林鄭月娥也幫她很大忙, 因為有個反面對象, 由2016年開始, 台灣人開始感覺到香港的變化, 說真的對她有輻射有參考作用, 我又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我剛才說2013年在台灣,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是沒有感覺的, 但到2016採訪時已經看到一個標語, 就是警惕今日香港,避免明日台灣, 這個很明顯, 即是他們2016開始直接感受到大陸的壓力, 尤其是擴大到無邊無際的, 周子瑜那個事件不詳細講了, 不在台灣發生的, 當時大陸的國台辦已經知道你不要吵, 你一吵就幫了蔡英文, 他們都會理智, 但那些小粉紅全部湧出來, 所以台灣人親身經歷到來自大陸的, 無限上綱上線的壓力, 他們開始關心, 換句話講到現在, 從香港人的角度, 台灣跟香港的關係究竟有多少是實質關係呢? 除了有一部份移民, 或者移離了香港去了台灣, 這些你可以說過客各種形式都不同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香港跟台灣的關係是隨著各自的原因, 包括特區政府以前的原因, 包括北京的原因, 令到我剛才所講的那種, 香港在兩岸之間起的潤滑劑作用, 是逐步逐步下降, 尤其到近幾年來是質的下降, 我整個過程很痛心的, 我簡直說有幾多人在兩岸之間, 或者透過香港, 希望做到一些潤滑劑作用, 從一國兩制最早的設計到回歸, 回歸之後6年到2003年, 都是按照80年代的設計來做的, 但是2003年之後就變了, 你說是台灣變也好怎樣也好, 我不詳細講原因, 但我的感覺就是, 特區政府跟北京都不可以單單將責任推向台灣, 很簡單,你看看, 2000年馬英九可以來香港, 為何可以回歸了, 背後我不詳細講, 跟著香港和台灣之間又有策法會、策進會, 就是效法兩岸的海基會、海協會, 以至到陳水扁做總統那個期間, 兩岸有些溝通都是透過香港做的, 你不要再講回歸前, 回歸前李登輝的代表蘇智成, 跟大陸的代表坐在干德那裡談的, 這些全部後來的歷史都出來了, 你說現在台灣衰,民進黨上台等等, 我經常講即使是這樣, 你是不是有很多, 不要令兩岸關係破壞, 不要令台灣人憎你, 這個是自己主動可以做的, 所以我只是想講, 到現在香港人對台灣的反感等等, 也都很基本或根本地, 因為台灣延續民進黨執政, 它自己本身跟香港的關係, 也都是有意無意之間割裂的, 這個我真的都很有感受, 你說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感覺, 我有很多例子, 民進黨執政之後, 台灣的大陸委員會, 有一個副主委叫陳明通, 他自己在做了官之後, 當時澳門或港澳, 跟台灣關係都是嘗試磨合, 陳明通可以在做官, 用另一個身份去了澳門, 澳門可以了, 這些磨合, 你說到現在磨到陳同佳事件爆出來, 跟著台灣駐港辦事處, 基本上原來台灣工作人員沒有, 走光了, 基本上關閉了, 還有很多分支機構, 現在慢慢慢慢少了, 你說台灣自己衰搞台獨, 你有一個原因, 但是大家現在再看看, 我經常講這是一個民意爭奪戰, 你如果懂得玩來講, 你可以令到, 追追追追單到自己那方面, 不要那麼被動,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調查裡面, 完全反映香港人對台灣政府等等, 是因為香港人都不想兩岸關係起到波動, 於是現在大家很難分得清楚, 兩岸關係波動的原因責任比例, 我都不是說完全是大陸香港的責任, 我都說台灣都有責任, 但是比例是怎樣呢? 這些香港人一般不會深究, 於是從一個概念化的角度來講, 對台灣政府不滿, 都是麻煩製造者, 這是一個很含糊的, 但是又很實在的概念, 至於如果再深化下去, 我覺得我剛才講的那些, 其實無論台灣怎樣想, 北京和特區政府應該好好地想想這件事, 我現在發覺有一個趨勢, 就是怎樣呢? 他們是在一個事件裡面去找原點, 一個事件現在兩岸關係惡化了, 原因在哪裡?就是找原點, 原點當然是你台灣, 陳水檢年代, 我都說陳水檢年代兩邊都有溝通的, 陳水檢那個第一個就職演詞, 2000年兩邊都曾經試過溝通過的, 這些不詳細講那麼多了, 我就說如果你只是找歷史的原點, 你一定是找到責任, 嚴重後果你全部負擔, 這個思維一定是這樣的, 但是可不可以在解決問題這個圈裡面找原點呢? 我經常說我傻也好, 好言相勸良好願望也好, 我經常說各方面在解決問題這個圈裡面找原點, 如果你的意識是這樣的話, 每一點都可能是起點來的, 如果你的意識只是在圓圈裡面找事件破壞了起點, 每一點都是破壞的起點, 這樣才可以真的將一國兩制的質昇華出來, 所以解答剛才那個問題, 我覺得民間的反應是實在的, 因為大家都覺得大家想相安無事, 但如果從官方的角度, 我覺得不要那麼簡單化去看兩岸關係惡化, 不要簡單化看香港在兩岸之間的潤滑, 即是作用已經無了,千萬不要這樣想, 其實還有很多事可以做的。 之前阿里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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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 有人看到新一代政府在這件事上那麼豐表態, 你會否覺得他們會否都未認識到 其實香港已經不能再好像以前的威威時期, 可以在兩岸關係處理上有個那麼重要的學識, 他們會否可能都不懂得這件事已經再跟以前一樣做的 好,這件事大家討論開始慢慢慢慢深化了, 在這個問題上我的感覺, 我只能夠講感覺,或者我周圍接觸之後的感覺, 我不會將那個責任主要放在特區政府的官員, 從李家超到各個輪流分別表態的官員, 我不會將責任放在他上,因為大家看到的, 如果你說他們個個都自己主動有這樣的意識, 政治正確,立刻要排隊表忠,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會那麼刻刻齊齊整整的,某個程度, 按中國的政治文化,背後我不排除, 我只能夠講感覺,有一種動員的力量, 有一個組織的力量,加上這種精神感召式的力量 可能一發揮出來,你下面的人就會齊齊站出來表忠了, 我覺得這個是政治化學的自然反應, 所以我不會將這個責任放在香港的官員, 當然他們也要想了,效果會怎樣呢? 從他們的角度來講,我或者只能夠講中國政治文化的角度, 去到現在這個位,你如果按以前的反應, 你說原來這樣,他表了態,我可以不表態, 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但你現在的政治氣氛就去到,你又表了態, 他又表了態,後面又有人建議你有所表示, 建議是精神感召,不一定有硬性規定, 現在的政治氣氛去到這時已經出現了一個, 你走慢一步,你跟步伐不業調,你已經是政治錯誤, 氣氛如果去到這樣,所以你說究竟, 我經常講,現在香港的官場,制度和人, 政策和人已經是一個氣氛和液體的關係, 氣氛是這樣的,圓的、方的、長的、S型的, 你倒下去的是咖啡、水、茶,都是這樣的樣子, 如果是這樣來講,我只能夠講,官場是無事的, 因為他們是向權力來源負責的, 但你說從那個形象,再從你說要到香港, 建立兩岸關係,國際形象等等來講, 我覺得只會是低處未算低,我真是傻的, 傻到我到今時今日很多人罵我,只是好言相忌, 但我勸極又不聽,勸極都無效, 我只能夠講我自己花瘋, 但到這情況下,我覺得要講的仍然要講, 你剛才提個問題提得很好,我想在香港有權力, 或者有影響力的任何人,包括官員, 包括建制裏面的,你自己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 會不會我就不知了,我也不期待的希望, 但你能夠有這些討論拿出來, 不是跟紅頂白,不是有風洗盡你等等, 即使你繼續在建制裏面, 拿自己某些順風順水的好處我都不罵, 但問題是不要成為一個變本加厲, 令到走緊下坡的兩制, 是越來越去到瀑布的邊緣,不好, 所以剛才講的表態等等, 希望眼前這一刻新官上台, 希望能夠拿到一個信任, 權力來源的信任, 是一個短暫行為, 然後他們在內部再跟上面, 或者大家再談好,我們都是支持中央, 不過有些行動不需要完全給人感覺政治性的動員, 因為現在大家再留意一個, 我覺得特區政府要注意的, 北京都要注意的, 就是你不要將那些政治行為, 或者要求去到一個普及化, 所謂普及化即是妖民化的階段, 我又舉個例子, 習近平來香港7月1日發表一個重要講話, 你說很重要大家照做, 官員學習沒有壞的, 你要吃他飯, 但是有一個數字統計過, 就是在習近平講完說話的講話之後到20日, 大大小小的各種學習的活動, 不下能夠統計到的60次, 而且有一部份是建制團體搞, 有一部份是民政部門協助搞的, 平均三日,一日裡面三個, 有些總之你搞了, 現在連商界都搞了, 我看到收到商界, 商界你從商界各各不要緊, 但是有些在地區搞的, 沒什麼人去的, 但是他搞了, 這是一個表態來的, 你如果去到一個妖民化, 你說我不是牽你來, 你喜歡來就是來不來就算數, 如果是這樣, 你就要吃這個飯, 要在這個圈子裡面去接觸, 我不怪的, 但是如果你去到一個妖民化, 尤其是進入教育系統, 我覺得真的要想想效果, 因為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對共產主義否定的人, 往往是從共產主義體系出來的, 這些太長遠的歷史了, 所以我想習近平講了一句很好的, 就說麻煩你提高你的管治水平, 他來到香港四個要求, 怎樣才提高才是重要的, 不是緊跟,你就可以提高得到, 所以這些只能夠我一家之言, 讓大家自由討論, 對於香港的國際形象, 這裏都是我自己作為香港人, 對著我流動媒體講些對香港人的說話, 我想重要的是, 香港人本身對著外國人, 怎樣表現自己是一個什麼的香港人, 沒錯, 我自己也有日本朋友, 有英國朋友, 有台灣朋友, 他們都是緊緊從媒體那裏去認識香港是什麼的, 不過我都會有一個憂慮, 我都講完先, 譬如說我一些人跟人的connection裡面, 人跟人的聯繫裡面, 我真的認識到有兩三位教育通識科的老師, 而事實上他以前就是我的學生, 他們都走了, 至於為何走呢, 我又不想在這個平台說, 為你引起不必要的爭議, 跟今天的主題無關, 但他們走, 往往大概可以在這個平台說的, 他們不知怎樣再present出來, 第二是留在這裏的人怎麼做公民, 這是有困難的, 我都想如果有一些有權力的人士, 注意我們現在的平台都聽聽, 就是老師是有困難去表達的, 因為事實上對一些公民身份的東西, 因為社會議題每日都出現, 而公民身份的體現是怎樣去面對回應, 或者冷處理, 或者熱處理那個社會議題, 你才體現到公民身份, 那些老師就不知怎樣教那些小朋友, 或者教那些青年人, 所以在困難下, 當然他有他自己個人來考慮, 所以就走了, 走的意思我講是疑問, 另外一件事就是, 所以我都鼓勵, 如果現在這個平台聽著的話, 尤其是年青朋友, 如果你在讀大專或大學的話, 其實我看到這件事, 雖然我自資專校教, 我也有朋友教UGC Grant那類的大學, 其實這些大學裡面, 一要回應政府的要求, 國安教育, 連我教那裡都將會有國安教育了, 那怎樣做呢, 即你有機會再去我的院校, 大家看見了, 不講這個委屈, 但同時間自資院校和政府資助的院校, 其實我見到一件事實繼續發生著, 一,這些國際交流那些, 例如可能Year 2, Year 3學生去exchange program, 是沒有減到的, 甚至那些networking是多了, 不過大學有個困難, 現在又要回應政府的要求, 怎樣在內交裡面, 去大灣區, 去北京, 去上海交流, 要做多些這些事, 所以我鼓勵年青朋友就說, 香港人在國際那個形象, 其實視乎我們走出去做交流, 或者移民的香港人也好, 你怎樣present出來, 因為這個位置我最後回應就是, 近這個月我都看多了很多Youtube, 就是香港人在英國、澳洲、加拿大那些生活, 而事實上我看很多香港人在英國的Youtube裡面, 有討論被歧視的, 但他們都提出現的就是, 很多時候香港人的形象在英國人心目中, 其實都有些英國人會歧視香港人, 覺得他們過去炒他的樓, 甚麼都貴, 地方租又難了, 因為多了香港人, 推去倫敦、百明罕, 在這些地方租, 有的,但更加多就是當走出去時, 我們將我們的實況和我們的言語, 學習用他們的言語概念表達我們的狀況, 其實是得到被理解的, 慢慢那些所謂racism discrimination的東西就沒有了, 所以我強調就是, 政府繼續做大外宣, 我們香港人說不了, 就由他做咯, 不開心的就是用我們交的稅金去做他的大外宣, 但我們可以掌控到的東西就是, 遲早一天, 關口繼續開的時候, 我們就會出去去旅行的, 你明白, 香港人開心點, 你不去旅行, 不過, 你可以多些跟他們說一下我們香港的現況, 應該是我們自己的生活狀況, 就是這麼多, 不需要說說太多意識形態為免, 等起不必要的政治爭拗, 我覺得, 最自然給人的形象就是, 你自然流露香港人怎樣生活, 這就最簡單, 我講到這個事情, 稍稍補充少少, 就是你真的提到這個問題, 很好, 兩個部份的, 一個就是, 現在這樣, 民意調查裡面, 香港人對外國政府普遍的認同下降, 反感多了, 會有什麼影響呢? 會不會影響香港國際地位呢? 我的感覺, 我也都八卦, 周圍問問外國朋友, 官民等等, 我就發覺有一點很有趣的, 就是, 其實外國人不是怕香港人的, 他不會因為看見這個民意調查, 香港人對外國反感多了, 好感下降, 他不會覺得這樣怕香港人, 他怕的是官, 是有權力的人, 是吧? 所以你說, 雖然得到這樣的結論, 但是外國人, 或者外國政府, 他不會受這樣的調查, 而感覺到香港人討厭他們, 他也不會討厭香港人, 他怕是有權力的人, 尤其是政府, 是吧? 為什麼呢? 他們在香港, 你說, 不要講得那麼偉大了, 為錢, 可以賺錢, 歷來都是這樣, 港英政府的年代都是這樣, 是吧? 其實國安法, 老實說也不會針對他們, 執行他們不會針對他們, 國安法是針對三類香港政府處理不到的人的事件, 這個不詳細說, 所以外國人, 他只會感覺到你有權力的來源, 運用他的權力, 施加在他們身上, 他們怕是怕這樣, 所以你看到外資走, 他就覺得, 他其實都掌握不到你的線在哪裡, 你覺得隨時, 他說你犯罪你就犯罪, 這個才怕, 他怎會怕一般老百姓, 隨街打他, 不會的, 所以這一點來講, 搞清楚, 即使民意調查港, 是對其他政府反感增加等等, 不會影響外國人對香港人的觀感, 只會對香港有權, 政府那些觀感就會有影響, 第二, 大家有沒有發覺國安法執行到現在, 其實用國安法來捉的、 拉的、審查的, 其實都是本地人, 有幾多個外國人純外國的, 即不是只有外國籍的香港人, 有幾多個純外國的, 是被追究的呢? 大家看,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記錯, 好像沒有, 最多是趕走, 最多是不讓你簽證, 好像外國記者協會, 它不讓你簽證, 你走爛, 好像沒有拉過, 我發覺究竟是甚麼問題呢? 我暫時沒有結論, 我又不否定國安法格, 只不過是說, 不要給人一個感覺, 你是借外打內, 這到最後, 我經常講, 香港人不會是不愛國, 香港人不會是官方所講的, 勾結外國勢力等等, 香港人其實在這些問題上已經很清楚, 但關鍵就是大家看到官方的矛頭很清楚, 矛頭針對外國, 沒有人反對的, 但拳頭打在香港人身上, 矛頭和拳頭的關係是這樣, 你叫大家怎樣? 即是我經常講, 你能夠拿到民心, 然後大家真是同心同德, 團結一致, 一致對外的, 你對自己人好的,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做到的, 現在問題是你給香港人沒有這樣的感覺, 如何先去凝聚內部, 然後一致對外呢? 這個是官方要好好思考的問題, 而不是外國看見你民意調查, 香港人對外國反這樣, 於是你便借勢, 外國人是衰的, 你越是這樣, 是絕做不到, 凝聚內部, 然後矛頭一絕對外, 效果做不到, 只會覺得你拳頭打在自己人身上,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補充, 我經常講, 聽到之後做不做呢? 不知道的, 也不要有什麼希望, 所以這就是矛盾循環所在。 時間差不多, 會不會有傳媒朋友, 有最後一條簡短題文? 我自己都問一些都會留在香港的, 即是內地來香港移居來香港的人, 即是他們怎樣推外國呢? 當然有時候都會講什麼美帝前, 美帝後這些字眼, 但一般地其實他們都羨慕外國生活, 即是他們會覺得起碼, 因為他們內地成長有他們的意識形態, 他們會相信外國生活食物會比較健康些, 每個人的生活, 壓迫我那麼誇張, 因為每個人都住好些,住大些, 有些甚至言下中都會講, 我偶爾公開說錯話, 我不怕跟著不知什麼人來找我, 可能最多隔離屋罵我兩句都沒有東西, 因為這些生活狀態, 隔離屋罵我兩句就是, 我有一些朋友移居到英國, 試過講一些, 他過去可能內地工作過一些看法, 隔離屋其實沒有去過大陸, 聽完之後覺得不認同, 大家罵兩句, 但罵完沒有東西, 大家沒有東西是鄰居, 鄰居和不同很正常, 所以我都會覺得回應技術上問題, 抽樣上是以後要多注意, 另一個東西就是說, 數據背後的意義是需要再探討, 舉一個例子, 對中國大陸政府的好感我覺得很值得探討, 政府的好感其實很多可能性, 大家現時接了很多新聞, 大陸的經濟其實令人擔心, 南美樓, 因為樓房有些大到不能倒的, 都不知是國企還是民企, 因為有國企資本進入民企, 都不知是國企還是民企, 大到不能倒, 整條產業鏈, 其實現在很多省的經濟發生問題, 就是經濟上, 究竟這個好感正值的上升是因為經濟上, 個人或生活的改善上, 覺得教育上, 居住環境上, 還是覺得文化優越感, 這些東西以至上升, 我覺得要深化進去, 要做一些指標, 和指標裡面做一些訪談, 才能夠知道實際上升的原因在哪裡, 可以嗎? 我有一點點回應今天的主題, 因為怕拍得太遠, 因為我理解尤其是講關於 對香港人民政府的觀感改變, 其實言下之意大家都不難明白, 就是講人生回歸的問題, 人生回歸的問題我最後有個結語, 就是對於香港如果未來在 在中央政府的理解下, 仍然都是一個以金融為最重要的產業的城市的話, 而事實上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 大家一看通關現在很明瞭的改變, 我相信, 拿我推銷, 我正確也希望我錯, 將政府都很想香港繼續維持成為 整個中國金融起跑機, 甚至重鎮, 最重要是沒有香港, 人民幣國際化是work不到, 是做不到出來的, 所以如果以這個角度, 香港是一個金融為No.1城市的話, 我想要提出政府你想人生回歸, 最重要的, 希望大家不要誤會, 我不是歧視某些政府階層的人, 你必須要重視中學或以上教育程度的人, 對政府的觀感看法, 知不支持, 這些人越來越少支持的話, 他因為那個學息營越高, 他自然找工他會向外走, 但事實上我真的有以前學生, 他不是從事金融的, 他是從事跨國鑽地探討的工作, 他告訴我他8月中可以去英國工作, 他說那邊環境好, 希望我婆子女都跟他去生活, 他不重視這些東西, 讀那麼多書, 香港要讀為Master的朋友, 如果政府不重視這些人, 你就大跡了, 因為最後我結語, 都是用數據來追, 上個回合文研中心對於新任特首 李嘉超不同群組支持樓, 大專或以上支持度只有31%, 反對只有56%, 再加上有一個數據, 我在某一本資料上幾有權威的金融集資裡面, 我找到一個數據,原來由1999年去到2019年, 大學學歷勞工收入變化, 中位數改變是負2.4, 大學生活的人, 即大學資歷或以上出來工作的人, 他怎會不重視物質生活的水平, 但問題是數據可以聽, 原來1999年去到2019年, 實質這個社會階層人工的中位數變化是負2.4, 因為再加權關於樓價, 大家都知道物價的改變, 其實沒有加人工, 我也這麼說, 我是90年代大學不育人, 事實上我沒有交到人工, 就減了一個人工, 做朋友聊天甚至講這些, 但數據是騙不到大家, 所以我最後的結語就是呼籲說, 特區政府你想人生回歸的話, 先如果你接受中央對你的委派, 要香港繼續甚至再將它upgrade成為一個國際級的金融城市的話, 麻煩你人生回歸, 其中一種人你一定要大肆關注, 就是一些大學或以上學歷的人, 因為數據告訴我們, 他們的收入是下降的, 對他們來說, 他們重視的不是自己的stication, 不是去哪裏喝下降的那麼簡單的東西, 而是我收入下降, 對我下一代第一, 大家知道越多輸多, 不要那麼生仔, 因為怕自己給不到優質教育給他, 我收入少了的話, 自自然而你別教我, 這個希望特區政府要重視這件事, 人生回歸是一些很實質的問題要處理, 很簡單, 剛才你提的問題, 其實也可以很簡單去理解, 因為是兩批不同的人, 現在民意調查裡面, 對外國很討厭等等, 繼續去移民、留學等等, 可能是兩批不同的人, 所以有兩個不同的趨勢很自然, 跟著即使是同一批人, 即使同一批人, 但你看看這個現象, 無論在兩岸四地, 大陸,大陸夠罵美國罵得緊要, 但在美國大使館門口排隊, 拿美國簽證, 這多達官貴人的下一代都是外國人, 你是怎樣解釋你的現象, 所以在台灣也是, 台灣剛剛有個新聞說, 有個人要送兒子上前線抗拒大陸, 日後這個人, 我的兒子去了美國, 剛剛新聞來的, 所以去到這個位, 其實很簡單, 每個人因應他自己的意願, 能力背景環境各自思考自己的選擇, 如果是這樣很簡單, 每個人有自由, 我們不貶斥, 但如果執政者, 他都說他重視人才, 我只能夠說一句, 希望他們重視全面的人才, 而不是單單重視聽話的人才, 這樣就夠了, 所以簡單而言,